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是不写字 每天就是没事发呆 一天夜里 水哥被几声枪响惊醒 抬头一看 一名神秘女子小白正在躲避黑老大的追杀 于是 善良的水哥把小白藏在了矿洞里 并支走了老大 临走前 老大给水哥一张名片告诉他 如果有小白的信息 请告诉他 必由衷赏 第二天 水哥带小白想说服全镇的人收留他 小镇居民也展现了他们的大度与善意 让小白在这儿定居了下来 小白一直试图融入这个他心中的室外套原 他喜欢小镇的朴素 所以他替每一户人做事 久而久之 大家渐渐接纳了小白 但好景不长 大家突然发现小白是一个通缉犯 于是想赶他走 但是在水哥的全说下 还是留下了小白 但是 居民把握藏小白的恐惧 转化为对他的压榨 不仅增加了小白的工作量 还对小白忽来各区 但是善良的小白依旧心怀感激 终有一日 警察再一次搜查小镇 小白为了躲避追查 躲在了维索男家中 维索男顿时起了歹念 在欲望的驱使下强劲了小白 但是维索男却翻咬一口 说小白勾引自己 维索男的妻子前来各种辱骂他 还把小白最喜欢的刺娃娃一个个的摔碎 这下终于让小白看清了居民们伪善的真面目 于是 小白决定离开这个鬼地方 他找到了水哥 水哥告诉他 让他躲在运苹果的货车上就可以逃出去 可是货车司机也不是什么好人 路上就以要收取臭劳为借口 再次把小白强奸 但是当车子停下来的时候 小白发现他又回到了小镇 他彻底失去了人的最后一息尖言 人们在他的脖子上套上了严重的枷锁 如狗一样 白天做的繁重的工作 晚上论为男人发泄欲望的玩具 小镇上人们的行为越来越是小白心寒 尤其是自己爱的水哥 也变得和他们一样 随意欺辱他 当得知 原来是水哥出卖了自己 憾心的小白拒绝了他 影片最后 怀恨在心的水哥拨打了黑老大的电话 没几天 黑老大很快就来了 他和小白的关系也终于被揭开 原来他是黑老大的女儿 当初因为不想接手黑帮 才选择逃走 于是和父亲畅谈之后 小白决定屠镇 将这些把他视为玩物的居民全部屠杀 小镇陷入一片暗命 最后只剩下一条狗 孤独地活着 从此 这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狗镇 最后的这一场屠杀 非但不血腥暴力 反而令人拍手称快 压抑了将近三个小时的愤怒 与此时喷勃而出 狗镇是一个人性的实验场 可怕的是人们正大光明地做着罪恶的事情 却不以为耻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狗镇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温暖地 周团 你 你 那个